各位同学早安我们进来谈一下关于高23.1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宋朝的社会和经济 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现在谈的是经济部分 宋朝呢还是以农业立国嘛 所以农业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 好我们看一下哈 宋朝的这个稻田呢分为围田和梯田两种 那什么是围田呢 就是有土梯包围能防止外边的水侵入的稻田 那那时候宋朝的水利灌溉系统非常的完善 它的粮食生产呢远远超过了前代 所以呢这个唐朝还不如它 好什么是梯田我们看一下哈 就长这样子 它是按照那个山的形状 山的这个高度慢慢的地减 形成了非常漂亮的个景观 叫梯田 那大家知道吗 全世界最多梯田的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菲律宾嘛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个宋朝 一个比较好玩的农具叫做秧马 长什么样子呢就长这样子哈 看起来很像木马一样哈 那它是在北中的时候呢开始大量使用的 是用来种植水稻哈 是用来插秧和拔秧的工具 那半月形的马鞍形状呢 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一艘小船哈 头跟尾呢都翘起来背面好像瓦一样哈 只可以供一个人骑在它的上面哈 去插秧或者是拔秧哈 怎么去操作呢 看这人啊 图片中的这个人呢 他就骑在上面哈 如果是插秧的时候呢 他就用右手将床头放置的一些秧苗插入田中 然后呢用双腿哈 使这个秧马向后逐渐的挪动 诶为什么是向后逐渐的挪动呢 而不是向前走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 不知道你们有看过这个就是电影上或者是一些卡通里面 当去描述古人哈 去插秧的时候呢 他也是往一定是往后退的哈 他不会往前走哈 为什么在道题里面是往后退呢 如果你插秧的时候是往前走的话 那你岂不是把你的秧苗全部给踏死了吗 对 所以一定要往后往后样子慢慢退哈 所以呢就非常方便 如果是人单单去插秧的话呢 他一直要弯腰 那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这秧马呢就减少这农民的辛苦哈 那拔样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用双手将这秧苗给拔起来 捆扎 捆成一杂哈 然后呢 至于船舱的后面哈 那可以提高这个功效 还有减少这个劳动的强度 意思是说不会那么辛苦啦 那你拔的时候呢 就把手手把拔起来过后呢 就放在这个后面的一个空洞的地方 船舱的部分就好了哈 所以呢这样子一个发明呢 使当时候的农夫呢 减少了很多这种体力上的这种付出哈 那元旦以后呢 继续的不断的演化 各式各样的秧马 甚至演化变成了秧船哈 所以呢 就这样子演化而来的哈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哈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宋朝的手工业 那宋朝呢 出土的文物呢 最出名就是瓷器嘛 所以呢 宋朝的制尺业是非常发达的哈 所以有非常多的瓷药出现哈 就制造这个瓷器的药 叫瓷药哈 其中呢 以江西的这个景格正为出名哈 就生产什么呢 青白瓷哈 所以这青白瓷什么特色呢 又是温暖 白中泛青哈 就像这图片琢士哈 非常的柔美的样子哈 那另外呢 还有浙江的龙泉县的龙泉窑 主要是生产的是青瓷哈 就是以青色的柚涂上去 把它低温 而且把它烧制出来的青瓷哈 接下来第三部分呢 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宋代的商业哈 那宋朝的海外贸易呢 是非常发达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的陆路交通 已经被外族所占领了 所以还没有办法制下 为了发展贸易呢 只好往这海上去哈 其实那时候呢 在朝廷的支持之下呢 民间呢 有出现了非常多的商人 那这时候的商人地位呢 也大大的被提升了哈 不像以前一样哈 以前是被打压的哈 那除此之外呢 当时候也推动了中国的人民呢 就移居到东南亚的地方来哈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图哈 这是属于宋代的海外贸易图 所以有非常多的比较重要的港口哈 比如说有泉州广州哈 这样一路下来到战城 就是越南的部分哈 然后到这个三佛旗 就是以现在的印尼的部分哈 所以东南亚那时候呢 就已经有中国人哈 就宋朝的人呢 移居到海外去哈 那另外要讲的是什么呢 雀场 什么是雀场呢 就是官方控制的交易的定点的市场哈 这个雀呢 就是有专利或是专卖的意思哈 所以雀场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的这个市集的意思哈 市场的意思哈 那商品的种类非常丰富哈 有卖什么酒的啦 化的啦 是民生用品哈 妈妈也可以把小孩带过去 一起去看看去逛逛 就叫雀场哈 那生活在宋朝的城市人 是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呢 他们可以到娃子去找找乐趣哈 那什么是娃子呢 娃子就是庶民文化的一种表现哈 是水综合性的活动中心 它里面呢 设有酒馆饭馆茶坊和澡堂 换句话说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那种 大型的那种娱乐中心 或是超级的市场 这样子哈 什么都有应有尽有哈 就是让你这要被放松啦 娱乐地方哈 那观赏表演呢 修长叫做沟兰哈 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宋大人的城市生活 所以呢 宋朝的时候呢 文人很多嘛 很多文人雅士很喜欢到这个娃子去 寻找他们的灵感哈 写故事的灵感 或者是写诗写词的灵感哈 那宋朝的这个繁荣哈 可以通过清明山河图这张画呢 来表现出来哈 这张画呢是由北宋的张哲端所绘画的 主要是描绘什么呢 描绘北宋期间 宋会中正和和宣和年间的开封府哈 开封就是当时的汴京 就是当时的国度的繁荣景象 那是什么时候的繁荣景象呢 就在清明节的时候 所以呢 你往这张图里面哈 就是小心的去看 你看到说 桥上人头转动 好不热闹哈 就在清明节的时候的一个繁荣景象哈 所以可以说到时候呢 宋朝曾经是辉煌一时的哈 那百姓们的生活呢 是非常的多姿多彩的哈 那在宋朝的海外贸易这一块呢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在卖些什么东西呢 哈 当时候的宋朝呢 就把大家的湿脂品还有茶叶还有瓷器 对外去输出哈 那在从不红的地方呢 把不红的这些产品呢 给他带进来哈 那从印度和东南亚呢 就带进来非常多的香料和珠宝哈 那我们都知道说 东南亚属于香料群岛嘛 生产香料的地方 因为香料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种出来的哈 那从高里这边呢 就是人参哈 就把它给输进去了 那从这个三佛旗 就是施利佛式哈 施利佛式就是 是施利佛扎亚 它是市区印尼的部分哈 现在印尼的部分 那当时的宋朝的商人和印度人的的贸易的集中点 就在三佛旗这地 这地方哈 所以呢 好不热闹哈 所以呢 宋朝它是一个对外非常有往来的一个朝代哈 所以呢 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出现了就是在北宋时期所发行的胶子哈 所以发行的胶子呢 他就设置了所谓的胶子物样子的官职来管理哈 在南宋期间的时候呢就发行的所谓的惠子哈 都是属于最早的纸币 那宋朝的大城市的商业活动音乐时间是完全不受限制的 所以说是非常的蓬勃发展哈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哈 宋朝虽然说他在军事上看起来的非常懦弱 非常没有用 一直非常欺负 但是呢 他在经济上的这个发展是可取的哈 那胶子的出现呢 到底含有什么意义呢 哈 我们从这个钱币的演变来看的话呢 早期的时候呢 人类都是使用非常重的金属或是石类或是贝壳类哈 然后我们在向这个纸币慢慢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印刷和标识的工艺上呢 当然是比以前的货币更加的复杂 因为你怎么去证明这张纸就是钱 那一定是要有一些标识在上面嘛 所以呢 这是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史上的一大进步哈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谈及这个宋代的社会 宋朝的对外交通方面呢 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哈 那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 宋朝的海外贸易非常地发达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造船技术的提升 还有航海技术的成熟 所以才促成他们这个海外贸易可以兴盛起来嘛 如果你没有造船技术的话 你敢到这个大海去远航吗 这比较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造船技术是一定的成功的地方哈 那当时候呢 主要的贸易港口有两个 一个是广州 一个是泉州 那我们都知道说广州在这个唐朝时期一定是发展起来的哈 所以那宋豪的时期呢 再多出一个地方就是泉州也是以此闻名哈 另外呢就是例如的士博司什么什么官职呢 它是主要是管理对外的贸易事项和税收方面的一个事项哈 甚至呢在南宋的时候呢 在大港口还是有什么呢 帆房 什么是帆房呢 是专门提供给外国人帆 就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就叫房 这样子哈 所以看一下哈 他的海外贸易从宋朝的全州广州出发 可以到泰国去 到印尼去 甚至到南亚的孟加拉 斯里兰卡 印度哈 到巴基斯坦 甚至到中东 或者是到埃及去哈 还有到非洲肯尼亚 肯尼亚 所以非常的远哈 好 这就是广州和泉州的地理位置哈 两个都是埃子的哈 这是泉州那时候新生的一个景象哈 那在第二点呢 我们就来谈谈宋朝的对外的往来 他的对外关系是怎么样呢 在南宋的时候呢 有一位士博司 是这样子的官职的官员哈 他叫做赵如氏 他干嘛呢 他就写的本须叫做朱藩制哈 主要是他跟这些外国人交流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说 哎 你们那边长什么样子呢 天气怎么样啊 那当地的风土人体怎么样哈 就把他们 他所听闻哈 就把它写出来叫做朱藩制哈 朱就是很多嘛 藩制是外国人 这就地方上的风土民情嘛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嗯 当时候的一个参考书哈 让人家知道说到底外国长什么样子的哈 另外呢 第三点呢 我们就要提到的就是宋朝的宗族哈 那什么是宗族呢 就是由夫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简单的来说就是属于你爸爸那一房的所有的亲戚就叫宗族哈 就是跟你同性的人啊 OK 所以他的一个变化在哪里呢 就是在宋朝之前的时候呢 宗族原本他的组织呢 只是局限在皇室还有贵族的阶层手中哈 但是呢 到宋朝的时候呢 官职不再是世袭的哈 那我们知道说周朝的官职是世袭的 那汉朝的时候是用推荐的哈 然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因为就是推行这个九品中正制 所以呢 是用世袭的方式给延续下来 但是呢 到隋朝的时候 隋文帝就是创立了这个科举制度过后呢 唐朝沿用科举制度 到宋朝的时候呢 大量的采用科举制度 来采用这个官员 话句话说 你要当官 唯有的途径就是读书考试哈 所以呢 那么重视科举制度的情况之下呢 变成说你要去当官 真的是好不容易哈 所以呢 这引起了当时候宗族哈 就是官僚士大夫 他们意识到说 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宗族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宣扬我们宗族的这个重要性 的话呢 很可能就会被淘汰掉哈 所以他们觉得是必要性的严重哈 所以就开始宣扬 为了要宣扬这个宗族的思想 致力于重建宗族的组织呢 就办了很多的这种宗族的活动哈 那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哈 宗族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呢 通常他们是有所谓的家庙哈 这就是菜式家庙 姓菜的人的家庙哈 那最后呢 我们来谈一下宗族的组织是怎么样去维系他们的凝聚力呢 第一点就是私修族谱哈 所以族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东西哈 他们会认为说哎 我这一代我姓祖的是属于第几代 那我的祖辈是有谁 他们非常重视哈 另外呢 有一些固定的礼仪来维系他们宗族活动的整个进行哈 有一定的礼仪一定的规矩哈 那另外呢 那家庙和祠堂变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哈 是宗族决意大事的重要场所哈 所以刚才几件例子就是菜式家庙哈 那左边的这个图片是所谓的卓士的宗旨 那什么是宗旨呢 因为现在人的话来说的话 就是放祖先排位的地方 就所谓的神主排的地方哈 因为呢 还设置了一田竹田和祭田来瞻仰族人 要是哪些族人非常不幸的哈 就是一家大小呢 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哈 就比如说他的丈夫去世了之后怎么办 孩子那么多哈 就会把这些主人给接过来哈 由一田竹田去瞻仰他们 就是把这小孩给养大哈 好 我们今天把它介绍到这个段落为止哈 好 谢谢 拜拜